如何取消数字符号以及项目符号 我们如果要将这段文字的数字符号取消的话 首先我们要先highlight这一段文字 我们将滑鼠指标移到这个文字的开头处 选取我们要的文字 这就是所谓highlight的方法 highlight好了之后 我们再将滑鼠指标移到formating to bar的这个numbering 在这个numbering这个button 按一下滑鼠 我们就可以取消数字符号 这就是如何取消数字符号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取消项目符号 我们首先把滑鼠指标移到第三章slide 在这个slide按一下 我们就来到第三章slide 我们要将这个项目符号取消的话 同样的我们也是先highlight这一段文字 就是将滑鼠指标移到这个文字的开头处 去选取这一段文字 选好了之后 我们再将滑鼠指标移到formating to bar的这个bullets 这个button 在这个button我们按一下滑鼠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取消这个项目符号 这就是如何取消项目符号的方法 这个章节就是教我们如何取消数字符号 以及项目符号的方法